新北三重派出所在4号晚间突然被20几名黑衣人包围 而对方还很嚣张 他们直接开着车子就直接停在派出所的门口 不断谋按喇叭 过程还不断标骂脏话来叫嚣要里面的园警出来面对 而据了解其实这起事发主意就是一名翁姓男子 他日前喝醉酒和妻子在路边吵架拉扯 被园警带回派出所保护管束 而他事后可能也是因为面子挂不住 越想越气 居然就找了儿子和一大讯朋友到派出所叫嚣 闹了将近10分钟人才离开 事后事案人员远警也陆续逮捕了14人盗案 稍到前三重分局也召开记者会做出最新说明 依现场指挥官还是所长判断 那现场喝制驱离相关人员 那为了避免这个事后的这个事件扩大 那这一部分呢 以事后成立专案小组来做查记 将相关人员14人查记盗案 好的面对扼杀嚣张包围警局就有人质疑 为何园警当下不依现刑犯逮捕 只做出驱离 质疑这个执法力道是不是不够强劲 对此分局也做出回应 他们说当下所长的判断呢 就是为了避免事态扩大 担心把人强制拘禁会招来更多人闹事 因此决定先以驱离为主 事后再逐一搜证 把事案人员一一逮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